你见过六连鹰甚至八连鹰吗? 这很有可能是一纸黑牛骨, 而连续出现的六到八根鹰线很有可能是庄稼挖的一个陷阱, 就等着散户一个个跳进去。 那么如何分辨是否庄稼挖的陷阱很简单? 在这张K线图中,我们可以发现六连鹰的连续鹰线, 连续鹰线对于很多人来说,很多人都会选择割肉, 等到第七天股价开始拉升,短短一周内股价就暴涨了一倍, 在六连鹰割肉的散户可能都开始骂娘了。 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口诀,连续的鹰线要创下两个月新低。 第二,调整是缩量调整,而不是放量调整, 分辨的办法就是连续鹰线的成交量不能高于时日均量线。 第三点,连续鹰线后不能再创新低, 最后一根鹰线的最低价就是止损位。 我们按照这三个标准来看下面的实战案例, 这些股票是不是几乎都满足这些条件,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后,就能说明庄家在挖陷阱, 只要连续鹰线后出现阳线,就表示可以入场。 一旦后续股价跌破最后一根鹰线最低价, 也就是止损价,不要犹豫立马止损即可。